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看在12月2日之前到10年前 我讲这个的时候 我们一直讲的是聂树斌遗案 就这么多年 因为最终法院没有判决 他就是遗案 那个时候我们讲蛇祥林冤案 胡歌吉勒图冤案 这是已经法院搞清楚了 对吧 这到了12月2号 这就是20年前公检法打脸之日 我就觉得这还值得 所以甚至这个聂树斌的母亲说讲 这一天啊 他说这是法治的胜利 我觉得这个老母亲让我说实在的 我觉得真是想起我们十二庄 就是这个郊区那些农民呢 就我就心里就 我觉得他觉得这是法治的胜利 可我觉得这是法治的羞愧的一天 这个中国的老百姓呢 这个尤其像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 他所有平时讲 讲的那个话的那个词汇 尤其是大事 都是这个他在电视上啊 报纸上广播的听来的 他并不知道那个含义是什么 因为我天天听天天讲了 他也就这么说了 那对我们这种稍微对法呀 对社会问题比较重视的 这些这些社会高等教育的人呢 就知道这些措施很严格的 什么叫辞来的正义 什么叫被侮辱的正义 什么被蒙盖了的正义 是吧 是 还有辞来的赔赏 辞来的盗窃 可是我觉得他那样说呢 我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理解啊 我觉得是一种自我保护 你说这个时候他能说什么呢 他换一种说吧 他像你一样说 这个是正义被羞辱了 法律被羞辱了 可是问题是这件事情 其实还没有最终最终完呢 那时候阻挠他翻案的那些人 还有 有些人还在啊 你能真的就是说 你这时候说那样的话 我就对他妈妈来说 他需要有一点点的 这个自我保护啊 所以 你觉得他是保护 我觉得啊 你理解他这个过程 就他这个母亲啊 你知道因为我一直在做这个案子 我就很了解 哎 这事上男的不如女的 嗯 就是聂树斌的父亲 这么多年里啊 精神崩溃 自杀过两次了 对 就多次下自杀 但是最后聂树斌的妈妈 变成了一个什么 越战越强 对的 就是他最后到什么呢 就是说你记者一去啊 他跟老头不一样 他就铿锵有力 就见到任何人啊 一遍遍的能够朗朗成颂 就我儿子是怎么怎么冤的 哎 一次次的跑这个法院 在法院门口 所以他经过了这样 要个判决书 我是中国华天下之大机 要个判决书 两三天 要不找判决书 哎 他经过了这样的斗争 所以他会说是法治的胜利 所以你会觉得 其实你 我刚刚听下来 你说的法治是有从属性的 你刚刚说蒙修的那个法治 是当时那些人的判决 就当时掌握这个法治权力机构的人 而他现在所谓法治的胜利 是他作为一个平民去斗争出来的 这个法治原来该有的面目 你说的对 实际是他的胜利 对 是吧 你看这个在中国 类似这种事情 以前我们 听他们研讨会的时候 好多地方都有这种类似的这种东西 这次我印象最深刻的导致最高法院 12月2号 就做出这个 这个算是终极性的了 终审的了 终审讲了四个大教训 我想这个 这个四个大教训 当然讲得很 很到位 我想更重要的 可能还是要请法律专家来 把这个事情 从头到五 在里面 你觉得还需要 里面有什么好处呢 因为里面就是要从技术上来看 从技术上来看 不要再讲大道理 大道理我们都明白 从技术上来看 就像要把这个案子 像这种案子出现的话 而且这么多年 都不到 即时的纠正的话 是哪些环节 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套起来的 我们不一定会讲某某人 但是我们要把这个事情 要理清楚 理清楚以后呢 就会改变我们国家的 很多的刑法 诉讼法 很多的环节 丁老师 我倒觉得这个事情里面的 环节很清楚 就是一个动作嘛 就权力干涉了法治嘛 就是有人去 从权力上去干涉了 这是道理 而且您刚才说 不要去追究谁 这个名字都有 很清楚的 谁打的电话说 马上要枪决 要快速枪决 这些名字都有啊 这就是权力在干涉了 因为这后面呢 还有其他的一些事 有些人当然现在已经退下来了 可能有些人呢 退下来还点影响 如果你再追的太深的话 干嘛把这个事情搞得就是 在技术上都不到纠正 因为我最关心的是什么事呢 就是我们在大的环节之下 能够做出来的改进 哪怕过了几年以后 看起来太威胁 我们也不要放弃 因为一个国家的法律的进步啊 它有时候就威胁 就是一些很细小的那种进步 我在美国的时候 最后来要看那个大案子 现在我们全世界人都知道 那个信不審 信不審就把它带在那个事情 但现在又要翻了 因为将到最后的一个细节 就是那个手套嘛 这手什么兴趣 手什么兴趣 我怎么拉手的 但是前不久 我不知道你们看到这个新闻 但是这个新闻我信啊 因为后来大选了 他讲的就是说 那几天刚好他的手发言肿了 所以究竟他那个手肿 是偶然的情况 还是他自己有意的 现在不知道 所以说每一个技术性的袭击之后 在判这个大案的时候 一定要留下一个 给后面判案的人 或律师 或严肃的媒体 都了解的 那个所谓的黄黄寇 证据练 所以这丁老师讲的是理啊 但是也不知道怎么着 我还是只想讲讲这个感情 就是因为我不太懂法 我是个特典型的中国人 因为我过去做这些案子的时候 我特别不明白 就是有些个人 咱要今天摊到桌面上说 人命关天 你还丧尽天良 所以我现在的感觉就是说 我想请你们看两张一个照片 你看看这个照片 大家很熟悉 就是这张照片 聂树斌被处决之前 我为什么要看这张照片 我就说你只要是个人 你把你自己带入到21年前 这是他被枪决之前 你带入到他 假如是你 人有没有这样想过 假如是你 我没干呢 是你的孩子 对 我就会有这种想法 就说这要是我 我心里这个时候是什么想法 就我明明没有干呢 就我马上一颗子弹 就要把我给毙了 你说 这我觉得但凡人 你要是说 我也不知道 当年有 你再看下边 这本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 挺淳朴的 口吃啊 他妈妈讲口吃啊 就是 他最后也讲不出来 对 讲不出来 所以就说 后来就是说 看的那个讯问笔录 说怎么讲的这么溜 他妈妈一看 他是个结巴 他是个口吃 他其实你刚才说这个有几级人 其实我们中国那些古文里面有的嘛 是 什么鸡污了 这些他是有 但是其实你说的这个概念 还是一种启蒙了以后的概念 就是说 我从我个人可以推进到别人 就是我们讲那些 就是个人主义里面 包括了 我不光是意识到我是一个个体 还有就是说 我能意识到我是群体当中的一个 如果这个群体当中 极小部分人受害了 他就危及了整个的这个群体 其实是一个非常文明的一个概念 应该是这样的 但我们常常有的时候是觉得 这个社会当中一小部分人 他有问题了 我们就看不见他 就觉得说 不会轮到我呀 他这可能就是个坏人 或者怎么样 但这个就是一个 其实是一个 应该要有一个文明的概念 小部分人受害 就是我们说的人说 而且呢 这个几个历史上 几个伟大的文明的 但我们不讲 现在的法治 有很多很复杂的法治 我们讲几个伟大的文明中 都有这个要素 以前中国历史上 你比我们更了解 就是说判了一个死刑 最后来来回回 所有的这个程序走完了 他也不是马上就自行 对的 但还是留到秋后再展 对 当然了 他不一定就是要 我们现在来讲 可能要留一个余计 然后再复查 但是我想这个2000多年 有这个传统就说明 杀人事情很慎重的事 你看那不是人民关天吗 就在那个时候 也没有现代法治观念 也没有现代什么 个人主义的观念 大家知道人民关天 人民关天不是一个 现代概念 人民关天是所有伟大 文明中间最原初的要素之业 你要没这个要素 你这个文明延续不下来的 那为什么我们当年 这个严打期间 就出现 严打的期间 就是因为有任务 这是我认为 这是我们参加好多 看来这个任务的价值 超过人命关天的 超过文明底线 因为这个 我讲的不是小事 不是把你家 人家为你摆个摊 把你摊个拉走 那不好 他不至于一家 散人这种大事 你看以前 严打的时候 他如果规定了 什么时候 必须要把什么 多少多少 多少反革命分子 或者说什么 什么什么散人犯 什么什么重犯 要抓起来 要把多少年 没破过的案 一定要趁这个时候 把他抓起来 你只要下了这个命令 底下那些做事的人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命案必破 必破 限期破案 而且必须是 在限期之间 成功破案 破了多少年 没破过来 对 然后再庆祝 然后对 再领功 最后还 紧急 刚才你们一说 这个任务啊 比人民重要 突然打到我 一个什么 就是我 就我之前看 关于那个乌克兰 不是有一次 发生大饥荒吗 那个时候就是 对 死了多少人呢 我的天 他他里面有一些细节 就他就比如说 明明大家都饿得要死了 这个他能 就是去执行任务 去收粮食的人啊 能从这个小孩 婴儿嘴里 把面包给抢掉 人家刚考虾面包 他眼睛只有任务 他那个时候 他就是说 我要去完成任务 他们把那个粮食 堆到那个城外 一个地方 已经好多 已经烂了 都多出来了 可是他任务没有完成 后面那些人都饿死 他就看不见 你觉得 这就是西方 这个哲学里 讲的一个词 就叫人的异化 或者叫工具理性 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 在中国这么一个 二十年前 一个落后的 前现代的环境下 他人也被当 就是说 就像当年 他们讲这个 希特勒 那个杀犹太人 那个焚化炉 那都是专业人士 他觉得 这是我的分工 他这个时候不会 就是我要完成 这是我的工作 对 我要研究出一种炉子 这种炉子 能有最有效率的 杀多少人 但是你说这个 这个人命关天 这个概念 似乎被他承担的任务 对 完全给压倒了 所以任务一旦是 当然这个任务 最后的最可怕的任务 就是说 他陷器 一旦牵涉到 这种杀人的这种事情 或者死刑犯 或者说 什么最大 这种事情是要 有一个地方出来 这个严重赏人 赏人案件 如果上面 有权利的人说 你必须规定在今天 12月31号 之前把这个案子给破了 这后面 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如果你在那个位置上 你也会想一些办法 我就是抓不到 这种人的话 我至少抓一个 这个人 以前干过坏事 反正 这个对社会 有个祸害 是不是 我把干掉了 对社会 可能我在良心上 也不就是太过分 是不是 要抓个完全没有犯罪基督徒 也许他就得过分 但抓了一些 强奸啊 犯罪啊 犯毒啊 都购不上死心 老子这次把他干掉了 只要有任务 只要这个任务是死任务 那就是什么事情 所以当然这些年 咱们这个 以法治国也改了不少 也在检讨 就是说 你至少可以从这事 看到21年前 中国司法的这个黑暗面 是有黑暗面 是 枪枪三人形 广告之后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咱们再看看这个聂鼠斌的母亲 这一家人 你瞧瞧 这个就是几次企图自杀的父亲 就是当然得到结果之后 就是哭啊 就是老百姓啊 你看 你看看下面 你看这父亲 哎呦 我觉得这个中国法治 应该永远记住这一幕 嗯 然后你再看看 这就是他的母亲啊 聂淑斌的这个 呃 再看 你看这是12月3号 就最高法院改判聂淑斌无罪 他们去给孩子上坟 哦 这都是记者吧 对 这个就是 案件 关键的这个 这个转折点 王淑金 2005年被抓获 他主动交代 哎 实在上西郊玉米地 那个奸杀案 是他干的 你再看 这个是坚持真相 这有好人呢 这叫郑承越 被停职的一个老刑警 就他发现这个真相之后 他这么多年呢 也是一直坚持 但是最后呢 靠边站 嗯 郑承越 那再看下面 你先妈妈 这张照片 我印象最深刻 因为那个06年那个事 我在我在北京 嗯 我在正化大学 当科组教授的时候 这个照片老是拿出来 就那个坟头上 那个数据涨得很高了 对对对 所以 这张照片 我印象最深刻 你看 这是 哎 我觉得这个照片 也很有寓意 对 你知道我刚才就想到 这个 这个人家最后就说呀 说他这个老母亲啊 说你恨不恨王淑金 他说我 当然 他是个恶魔啊 但是至少有一点 我还敬佩他 就是他敢认 他认这个确实是他干的啊 他说 那跟他相比 当年那个攻减法的有些人 他们为什么不认错 你们的这个良心 连一个杀人犯 都比我还听说这个有些细节啊 你这这个王淑金呢 一度你就觉得 哎呀 我觉得怪诞到一个什么情况 非常荒单 被人拿这个后木板呢 抽脚心 啪呀 就是说 你敢说是你干的 不是你干的 这王淑金就跟当年的烈士似的 被人打成那样还坚持 就说就是我干的 就是我干的 然后在十二桩法院 当时判王淑金的时候 王淑金当情就引起 底下一阵哄笑啊 他说我杀了三个 怎么就 判了两个 判了两个呢 就是 所以我说 方小刚拍什么 潘金莲说这个电影 我看在想这个 你拍什么的现实 什么电影能拍的 我就要讲的话 你什么编出来的电影 电视剧都没这个真实的东西 有理理啊 对啊 他自己承认杀了人 然后你还打的 他不杀 打大人并不是说 是关心一个人的人命 打大人是关心自己 把另外一个人害死了 的环节给暴露出来了 天哪 你想想看是不是 所以这个 为什么人家就是说 一个人要删了一个谎啊 要再删十个谎 才能把一个谎给掩盖起来 所以为什么我讲 要把这个环节 其实就是说 能够把这个事情 这么多年 这么关节 点赞的东西 暴露出来 还能够再强压下去 后面这些技术性的环节 您讲这个技术环节 我注意到他这一次 有一个挺关键的 就是最后一次复查 他是异地复查 他还说是第一例吧 这个很好啊 而且当年第一个 发现这个事情的记者 他也是那个 是河南的记者 因为这个事情 是发生在河北嘛 但是是河南的那个记者 就叫马云龙嘛 他也是跟了很多年 帮了他们打官司 打核报 对 整个这个里面 记者原来的警 就是原来参与过的 这公安的人 还有这个律师等 就换了一定 换了好几拨人了 都一直在帮他们 就他也是异地 这个记者去查 他刚刚到他们家的时候 就他妈妈 那个 那个 那书彬的妈妈还说 你河南记者 你来干嘛 后来就是这样 你一定要通过 这样异地复查 你才能取得 所谓的异地 也就是把那个 我们所讲的 官官相互 这个东西 那个利益网 那个权利网 那个关系网 他只要 这个网上面有一段 被人倒破了 那后面那个事情 就有可能有连续效应 如果这个网上面 有一段 没打开 连续这个网 永远被人打不开 对 而且怪了 我们官员的任命 本来就是好多 比较高级的官员的任命 一定是异地任命的 那你为什么 你这个法律 中将生不是的 对啊 那你所以有案子 也应该这个异地长 所以人家讲嘛 就是真正办 这种案子的 最厉害的 也就是 我讲就是那个 首长的 最后的这个 抓人的那些 那些环节上 那不是很遥远的地方 这个只要在那 你放心好了 他一定会不该 想办法该做 所以你这 我现在就觉得 虽然我也是石石庄人 但是我不为家乡这丑 就是我觉得 这事石石庄的河北 这个公监法 这个寒碜 就是当然就是说 冤有头债有主 我现在发现呢 归谁呢 我现在在网上就发现 就是归那个 能说的那个人 就是说 现在都有人说 这事跟那个张岳 有没有关系 说他落马了 因为他落马了 所以可以归到他头上 他是河北政法委 那个他不是最后落马 落马了就可以说归他 但是我觉得 在这个链条上 恐怕不是一个两个的 这个事情 不是他当政嘛 但他也是保护其他人 所以这个里面 他的这个案子 能够走到今天 偶然性也是存在的 对不对 偶然性是存在的 这个就是这种事情 不可能在 所有的地方 都能够掩盖 这么长时间 但这个偶然性中间 还是有很多的东西 是制度我们永远 要变成交迫书 对 就是说他破案 是有偶然性的 是有些的 更大的图景 发生了变化 他才得到正义了 要是没有这个 王书金出来 就像那个 呼个接纳图 王书金出来 也不是最关键 张岳没有落马呢 所以这个你看 以前我们都晓得 在每一个小技法 以前有很多的 就是小杜小木这些人 这些案子 平时呢 也可能就是关起来 六个月 大不了判一两年 以前我小时候 印象非常深刻的 只要遇到一些任务来了 这个任务 不管要严打也好 还是要扫什么的 扫黑也扫什么的也好 你放心好了 那外面那个判死刑 那个打岔岔那个纸 我们印象非常深刻 到处都去了 换句话 这些人如果真的按照法律上 根本不够判死刑的 但那个时候来了以后 他一定要判几个死刑 如果不判几个死刑的话 他的工作表现 进行太长 对了 我讲这个法律 这个事情呢 你不能就这样 太给人牵涉着 尤其可以牵涉到人命 是的 丁老师 我虽然比您年少 但是当年严打那个时候 我也有印象 我在石家庄 那真是流氓就给毙了 你知道吗 就是实际上 你会发现是什么呢 革命的痕迹 就是我记得当时啊 这个那个时候 社会秩序确实乱 大街上 你知道我 我们小孩放学 小流氓就堵在街上 动不动就 拿菜刀就追 确实社会秩序很乱 但是当时 你发现没有 我们用了是当年 革命年代的那种方法 就是这事怎么办 这就像当年毛泽旭说的 有些事情啊 不能这个 这个像大姑娘 绣花一样 那么那么 那么细 就这就这 暴革命 就是暴风骤雨 狂风暴雨 狂风骤雨 比如说 关一批 杀一批 对吧 它实际上 它的作用在于 震慑社会气氛 社会秩序就好一些 而且警惕警惕 不要以为这个事情 只有过去才发生 那个菲律宾 现在不在搞严打吗 也在搞严打 这杀毒贩 布特尔特也是 不就是严打吗 对 他们说有一个人是 街头一个流浪汉 住在里面 被人给打死了 就说他是毒贩 流浪汉 那个饭都没得吃 但是你比如说 他杀这么一批 比如菲律宾 他是不是确实能震慑这些 一时之间 没人敢贩毒了 这个效果 一般来讲 被贩毒的时候 害了普通老百姓 只看到 这个事情的一面 就是一段时间里面 确实就是 非常嚣张的 贩毒贩 确实能够被压抑 但这个中间 后面的故事 就更深了 就是说 在这次赢打 这是他们 菲律宾的 少黑 少黄 少多 这个中间 还有哪些人 本人就是无故者 也被干掉了 对啊 很多的 还有可能就是说 有一些 在后面 他如果有一些 很深的警官和政客吗 他们才是 贩毒啊 后面的最大的老板 你把他们掩护起来 这个后面的根 就更深了 对 还有他的这个 讲得深 还有他的民众 现在都喊好吗 很多人 因为他觉得 毒贩那坏人 跟我没关系啊 但他忘记了 就是你刚才 你最早说的那个 推几级人 这个社会现在 如果能这样 狂飙突进的来杀人 那有一天 如果会轮到你 他们现在都在想 不会轮到我 我也没贩毒 可是当这个 正义的程序 被破坏掉以后 有一天会轮到你 也没有人为你说话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你看咱们现在知道 人民日报的 人民日报的话 咱敢说吧 就是说 宣判之后 包括马云龙在内的许多人 更为在意的是 就是你说那记者 他们更在意的是 应当立即启动追责程序 许多人在问 到底是谁在阻挠 涅案昭雪 是落马的河北政法王张月 还是周本顺 无论如何 如辖克岛两年前 写过的那样 很明显 有人意识到了错判 却迟迟不肯正视 甚至想继续隐瞒 2005年 汪淑金就说出来了 一案两凶 到2016年12月2号 你才改判了无罪 还得把这个弄到 山东这个高院 这什么问题 这个说明就是说 我们所有的重要的一些进步 如果在关键的环境上 没有录制下去 这个进步往往就 体现不来 就录制不到 普通的公民 基本的权益的保护上 你只要看看 我们纸上讲的很多东西 虽然我们都有的 不是没有的 但这些东西 你写在纸上 它们并不是我们所讲的那种 所谓说能够保护 公民和正义的那些 基本的能够起效果的那些东西 它其实涉及到 它是口号 我讲就在中国最好的东西 体现在口号上 你还要把口号变成现实 你倒要有环节 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就讲 法律到最后 所有人都知道 这个英文翻译官的数据 法律最关键的在细节上 细节就是环节 一个环节 这个东西没落到机上 就能可能造成灭 没错这个我现在理解 法律就得像大姑娘绣花一样 非常的这个细致的 你怎么能顶便宜口供 而且我觉得现在真是应该普及普及 就是说人哪 哪怕他犯了事 他是有权利的 这是现代司法一个重要精神 比方说 你为什么变成刑讯逼供了 因为咱们曾经有一个年代 只靠口供 你比如我至少我理解 西方的司法精神是保护沉默权的 就是你甚至 我没有义务 就是没有人 被告没有义务 自证其罪 反而是你控告他的人 你要找出证据 证明他有罪 你不能让他自证其罪 而且什么就是说 他不说不行 你坦白抗拒通言 你最后就打了 你找不到证据 像这个我们中国的老百姓 是可语上 现在不是老百姓可语 我们身上 日常生活者经常听到的 比如交警 或者有什么技法的人 或者是你在开个小饭馆 有人来找你麻烦了 我们发我款 为什么关我们 为什么拿我东西走 你心里有数 你干的事你还不知道吗 他认为你只要这句话 所有的证据他就掌握了 要你心里有数 这意思是 我怎么对付你 是你的事 不是我的事 对 还有我想说一个 这个文明的进步是很脆弱的 他即使进化到某个地步 时常会退化 你像在美国 他算是这个司法文明 跑到那个伊拉克去打 去打那些那个囚犯的时候 他怎么样 是 不什么都来吗 那时候他看他们就不是人了 他直属于 要在海外设计 一个黑的这个监狼 就是知道 如果他在美国本土上 干这个事的话 要给一个记载 发到以后 这个事就不得了了 所以这个情况 这就是 我可以知道 才是 如果 现在 我其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